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在今天法甲联赛全明星赛的比赛中 法柱弯贝亚马出战28分钟 砍下了27分12篮板 4助攻3抢断2封盖的数据 帮助法国联队136比128战胜世界联队 班马在拿下全明星赛MVP的同时 还以18岁0359天的年龄 成为了法甲历史上最年轻的全明星赛MVP 本场比赛虽然在场的都是全明星球员 但法柱的身材在里面还是显得非常出众的 不仅如此,身高7尺4寸224公分的法桌 拥有让人难以想象的人球结合能力 一个突入篮下的反手拉杆上篮 让现场解说都高呼不可思议 对于湾布亚马来说 除了全明星赛MVP之外 如果再能率领大都会92 拿到本赛季法载联赛冠军 自己收获联赛MVP 那么这将会是他登陆NBA前的最好剧本 其实相比起赛季戳斑马状态稳定的吓人 过去的两周你看到他有了一些起伏 包括对阵巴黎队的比赛中 全场只有11投4中 3分球5投A中 拿到11分5篮板6封盖 赤道5次犯规 但他可以很快地调整回来 在27号大都会以81比84 输给斯特拉斯队的比赛中 斑马18投6中 3分球9投2中 罚球12罚12中 砍下26分18篮板3封盖3抢断的数据 而大都会92现在以11胜4负战绩 排在联赛第二 落后投名摩纳哥半个胜场 就有专家表示 只要斑马不要遭遇毁灭性伤病 他基本上锁定了 明年的状元秀的位置 但有一人可能不这么认为 那就是效力于 纪联盟点燃队的 黑马王子斯固特汉德森 他本周刚刚从 鼻鼓骨折的伤势中回归 并在回归之战 12投8中 罚球3罚3中 砍下19分 8篮板2中攻的数据 他在第四节结束前 投中的斑平2分 让点燃队有机会 通过加时战胜对手 当黑马被问到 他为什么认为 自己有机会成为状元秀时 黑马回答 首先我的脸是老天赠予的礼物 我长得太帅了 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哪个球队不希望 我这种帅哥成为他们的门面 然后黑马还说 他的工作态度 他的求生欲 他的能力 都让他有条件成为状元 虽然斯固特汉德森是挺有范儿的 但要说他的脸有多帅 那就见仁见智了 兄弟们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